透过通讯软体搜寻周边使用者 操作者就能进一步和对方聊天交朋友 除了方便也让人有新鲜感 许多学生更因此拿来找寻一夜情对象 对此处的科大信研所 就特别以新媒体时代为研究题目 探讨中部大学生一夜情的态度与现况进行调查 这次的研究也有说 调查学生说他们使用这些多媒体 最常用的哪些 那我们特别又分为说 同性恋者跟硬性恋者使用的软体又不一样 他们第一个就觉得说非常快速方便 只要在有网络的状态之下 他只要把这个APP开启 他是可以搜寻到附近有想约炮的一些同好的朋友 再来他们觉得很好奇很好玩 因为书没评深 你也不知道一点约炮的对象是什么 这项研究以兆化县五所公私立大学 供1500位学生为研究对象 结果发现 学生有一夜情经验约为8% 比例并不算高 不过当中的三分之二都不是安全性行为 显示学生对自我保护的观念薄弱 呼吁校方加强性教育相关课程 我们这次进行这个大学生的约炮 就是主要是说想了解约炮这个文化在大学生流行的一些比例 还有他们在约炮后的一些的动机啊 目的跟情绪上的感受的部分的研究 那主要我们的研究出来 其实大学生他们在使用保险套的部分的比例是比较偏低的 那还有合并使用一些酒精跟药物的状况 那这也是我们比较引优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说学生在觉得在约炮这个过程呢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自身的安全 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与资讯取得容易 加长学生对性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放 因此书科大希望透过学术研究提醒校园重视相关议题 也呼吁学生保护自己避免染病上升 凤信新闻记者怀伟长报导